大小姐要来 所以当然免不了 交管为安最基本的一定要 所以造成了这个灾区大塞车 所以这个照片一清二楚 如果在平常成平时期也就算了 可是因为毕竟在南投这一次 是重灾区 所以这么一来确实 就影响了当地的物资运送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要请教亮哥 就是说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蔡英文到现场勘灾 那他满面笑容 然后当然也是会同人加油打气 但他说报告很精彩 还用精彩来形容 我不知道是我们对他太苛刻了 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吗 还是他态度上真的是有一些问题 其实总统根本不需要勘灾 总统如果真的去勘灾 就是要带东西去 比如说李登辉 他921的时候 他不是去干现场 他直接带现金去 他直接带现金 因为他知道 我现在没有带现金 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帮忙你 因为不知道你哪一些物资缺乏 直接给钱 我那个时候就看到他一个一个 红包这样包 但是真的是这样 不然就是你去 可以带抽水机去 带车辆去 蔡英文是后来有公布 有要求空情总队 去用飞机去递送物资 这个才是实质的做法 你本人去现场没有用的 你能帮怎么办 那更糟糕的是陈建仁 陈建仁当地的状况都不知道 他说仁爱乡跟高雄那个地方 要怎么差那么多 那就是你脑袋有问题 光是雨就差 雨量就差很多 一个是735 一个是300多 一倍多 他连这个都不知道 而且仁爱乡两天超过1000欧 他现在不知道500以上就是重灾 他不知道 而且他有没有去过仁爱乡 仁爱乡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 如果小英要去 真的带陈毅去 他就要说 这个灾后 我们要协助仁爱乡千春 我要编列预算 这个危险的地方 大家以后不要住了 你这个才是带陈毅去 那你去能干嘛 因为前面一开始 最危险是物资上不去 人出不来 那个时候你也没去 那你现在去能干嘛 你去就是要 当就是你那个权力最大 你当然能够给了更多 就是事实上有一些危险地方 本来就不该住人的啦 事实上仁爱乡千春 有人提过 有 有 那因为要编预算 对 因为要有地方住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不就 刚好可以来做这件事 因为我以前在台风 SNG连线到外场的时候 仁爱乡信义乡去过 对都一直在讲这问题 因为常常出问题嘛 就有台湾 台湾有一些地方 真的是没有办法住人 我跟你讲 像这次那个习近平这几年 不是在扶贫 要消灭贫穷 他们事实上就有 要求好几个村 整个千村啊 因为你住在那里 永远一辈子都是穷嘛 不是 而且他的连外道路 就那么一条 对 你又说你不走那也不行 那我就碰到那个土石崩落 土石流整个片滑落 你就挡住了嘛 大石头掉了 我面前我吓死了耶 所以你的 你不要说你的收入 不可能提高 连你生命都 饱受威胁 饱受威胁 他们就只能骑摩车 这样呼啸而过 因为你免得被砸碎了 对嘛 所以我说你如果是总统这个级别 要去这种地方勘灾 你就拿出个大计划来吧 不然你在那边有什么用 对不对 我也看到民进党的立委在那边 然后跟那个国军啊 就要那个国军那个 那个长官也过来讲几句 结果那个不捧场 对 武力华嘛 他要做秀嘛 结果人家不陪你做秀 他们就说我们做事情都做不完的 你还叫我来这里干嘛 然后那个摄影队 那边后面一直拍一直拍 所以军方只求他不要po网 本来就是嘛 说那么一面不要po上去 本来就是嘛 旧灾啊 我坦白讲啦 那个看那个镜头 老百姓心里都知道 谁在帮你啦 说实在啦 因为我事实上也 也看过有些地方淹水的 人家真的帮上忙了 就是带抽水机去 带消防队去啦 就是这样嘛 那你在那边你就不要讲话啦 你就跟大家一起搬东西那是最好啦 所以这个都是从那个勘灾政治学来讲 都是不及格的啦 那亮哥因为你刚刚念了一下陈建仁院长 那他不清楚状况他为什么要买 陈建仁已经迅速进化到 苏贞昌2.0 所以他那个嘴脸让人讨厌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学好的应该学郑文灿嘛 郑文灿至少 他要捧立委没有错啦 他至少讲好话嘛 你不要去骂别人嘛 怎么可能你武力华立委做得好 然后许淑华做得不好 怎么可能呢 你南投如果救灾都做得很差 那立委会做得好 现场做不好 自相矛盾嘛 所以你看那个郑文灾他就聪明啊 他选择去俄罗巴人啊 可是你陈建仁是完全没进入状况 就开始乱批别人耶 那这个不是跟苏贞昌一模一样 对不对 就好像苏贞昌那个前阵渔港 就你不要当超级大猪队友 苏贞昌进来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你不要前阵渔港 那大家不要吃鱼啊 对 那你在说啥 台湾的一级渔港有9个耶 渔港改建的行动方案 特别预算 有54%的钱都给签证 对啊 基隆八斗子只拿到1000多万 你签证拿81亿 对啊 那八斗子那个不叫鱼是不是 讲到什么话 这种话就是苏贞昌的风格 就是苏贞昌就是 反助选指标嘛 那陈建仁迅速跟上 现在变成苏贞昌2.0了 就这样了 的确啊 陈建仁呢 他怎么说 因为他去高雄 然后他觉得陈其脉做得很好 所以他夸赞陈其脉 防灾超前部署 郝宇还没有进来 就先撤离民众病人 不会因为路段 而必须要派遣直升机 但话锋一转 就说有些县就不是这样 没有办法超前部署 使得防灾工作就会相当困难 那当然在第一时间 许淑华县长有解释 他说请院长走一趟仁爱乡 其实他说因为在这个地方 状况不一样 每一次只要下超过1000毫米大雨 在任何一个乡镇 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那到了第二天许说 他再强调 他说每个乡镇地形的状况不一样 救灾防灾的业务也不同 灾区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那他有提到了 仁爱乡的洗肾病患撤出了 剩下8位是不易接触的 主要是因为仁爱乡的道路状况 下豪大雨呢 就会让各村落连外道路中断 成为孤岛 这个我太清楚了 我去过好不好 那所以许淑华县长说 这不是一句什么SOP 就能够解释的 那赵浩康直接抨击了 就说圣骑士不应该 变成圣下骑士 他说成见人的表现 有为他以勇气与奉献精神为名的 圣骑士封号 老师 我先讲一下小英 小英 OK 我让我们感觉就有点是 潜荣下江南 或者是加建君游台湾 你知道吗 就是说志强活动一日游 即使他的那个汇报 准备的再怎么精彩 你心上心细的 应该是我们南投的县民才对 怎么会面带笑容 那是 我是讲这党讲好听叫不妥 不妥了 不得体 用台语讲是 没灰没灰 老白讲 你知道你怎么 难道你不是我们的总统吗 而且借这个机会 如果是像那个立委 就曝光的话 因为造势那种 那是更糟糕的 那是等而下 其实刚才亮哥也提到说 到底出去维安怎么样 比如说我印象 前一阵子因为 伊丽斯巴尼王过世 然后你知道他们有他的那个影集 你看到那个时候 英国不是就是发生一个 很大的矿的一个灾难 那小学整个烟就是覆盖掉了 那他是挣扎很久要不要去 就牵涉到维安的部分 因为大家在抢救 里面还有没有 还有生还的这样的人 那当然有一些你一定要去 因为我们知道维安这个部分 就是这样 你说没有了 一定除了我们制造所谓的 我们国安的特勤人员以外 然后管区还有保警大队 你知道那个童心园这个样子 你说没有 我不要讲什么好了 你知道我们家那个小巷子 不晓得这几年 忽然跑出一两家 好像很贵的餐厅 有时候会碰到资政 我们家垃圾不是我倒还有谁造 然后还有一只更扯的 那个应该是维安人员 你知道他那个乡行车 小巷子 通常人家你刚不让我过 我说你什么东西 我只想说哪一个内阁到哪一个家 老百姓一定很不爽 更何况是灾民 回头我们再讲 我们这位圣骑士 因为我每次看到他那个样子 我就生气 因为我也是天主教徒 然后他假装假借着天主 然后基督人民讲一大堆 你是为先知不可以 我现在要讲说 你这样子是以实际不对 你要讲 你当你的执政党的人讲 我也没话讲 因为你现在你要做人情 对不对 那些是你的猪 反正你剩下来就是从嘉义以南 也没有几个县市了 坦白讲 但是中央政府是一个父母官 你严重严重 这是一个严重严重 我再讲两个人就好了 一个是宋审长 宋审长的时候 你知道民进党那些县市长 他根本他会说有靠用吗 他还会再给 而且我还碰过有一次 就是在我们新竹的那一次武风 那次是下大雨 他搭直升直去 我们长老教会牧师 跟我讲说 宋教授怎么办 他要选总统的话 我们不投给他怎么可以 你知道吗 讲到那个样子 然后另外是李总统的部分 刚才亮哥也提到李总统 那个时候是彭白显 那彭白显的时候 他是没有分 他是民进党的 所以他马上就去了 带着现金 而且那个现金是临时 你知道是凑来的 但是因为这个样子 彭白显 你知道官司 二十年 到这一两年 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那些钱 拨不回来 要先拨在哪边 所以我们因为人家讲说 你一定在说什么 我还是讲说 你知道民进党 不是只有这样的 平常你会看到那些预算 然后钱瞻等等 我们是大半生 他生的不一样 那个态度是很不好的 我是觉得说 你知道 旷 你知道我是枉为 因为枉为他是天主教徒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 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 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继继继继继合